我今天早上要讲这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叫做圣经与圣灵的平衡 其实本身这个题目就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与圣灵 他们两者不需要求平衡 而且我们也很难探讨 什么是平衡的基督徒生活 如果你读整本的圣经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所谓平衡是很主观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平衡的人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罪性让我们的性格扭曲 所以有些人喜欢吃辣 他不喜欢吃很淡的食物 有些人很喜欢吃淡 饮食方面不平衡 有些人吃蔬菜不喜欢吃肉 有些人吃肉不吃蔬菜 也就是说人从罪性的角度来说 他很难平衡 当我们用平衡这个概念 用在我们跟神正常的关系时 这个题目本身是有问题的 我们先看两处圣经 第一处圣经 是在提摩泰后书 三章十六节 这一节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 好 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好 就读到这里 我们再读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我们读十六章 好 十三节 一起来读这一节来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将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好 这里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为什么特别强调真理的圣灵 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跟圣经不会抵触的 跟圣经不会冲突的 圣灵不但是要引导我们明白 conceptually 我们了解真理 而且进入 原文说进入也是我们经历真理 经历神的话 也就是说圣经和圣灵 是神赐给我们两个非常宝贵的礼物 而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常常会有偏差 我们常常会有扭曲 我们常常会不够平衡 我今天早上只能够讲几个重点 这是我过去侍奉主38年 我追求主快50年的一个经历 我看整个 不管说是台湾的中国大陆 还是北美的华人教会 特别对圣经的认识太少了 我先讲一个事实 有一个人 他到我牧养的一个教会 就是前几年 我还在帮助一个教会 他很感慨的跟我说 他在北美听了很多的道 但是一个传道人 一个牧师 可以把圣经讲解得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深入 而且非常的全面 他说他很难找到这样的传道人 了不了解 也就是说我们去听很多很多的道 很会讲故事 很会讲见证 很会讲经历 但是不会讲神的道 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 已经过世 叫做Martin Roy Jones 他是Westminster Chapel 牧羊教会 大概30年 他单单罗马书 讲了好几年 然后出了十大册 罗马书本身就出了十大册 也就是说大概一节 他要用一个小时去讲 也就是说 在华人的传统里面 这是我的了解 也是我里面的一个感慨 我们从Robert Morrison 这个1807年 一直到现在 已经超过200年 在华人教会的传统里面 真正会讲解圣经的太少了 太少 那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是不够看重圣经 不够在圣经里面去钻研圣经的真理 因为圣经的真理太丰富太丰富了 从旧约创世纪直到启示录 22章 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 他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 保罗很诚恳地告诉 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 在15章第四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 这个当然是旧约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对保罗来说 保罗一辈子 也就是他信主重生得救 其实还没有信主重生得救 他本来是个法律塞兰 他本来算是文士 他非常熟悉旧约的Torah 他一辈子在研究圣经 然后研究到一个地步 他真正明白圣经的奥妙 圣经的亮光 圣经的全辈 圣经的奇妙 然后他在罗马书这里 告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 都是什么意思 你不能看中一卷 你要同时都看中 很少人会觉得读立位纪很有意思 你们有没有读立位纪 觉得好过瘾啊 好丰富啊 感谢主就说 如果你读立位纪很丰富 很有意思 就是开始你上道了 也就是说弟兄姐妹 我们对神的道认识的太少 那圣灵 他当然是神 这位超越时空的主 在刚刚我们所读的 提摩太后书 三上十六节那里说 圣经也就是说 每一个字都是神的灵 所呼出来的 那个原文 也就是说 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谦卑的读圣经 圣灵一定会触摸我们 圣灵不但触摸我们 圣灵会帮助我们 明白圣经 接着我要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人 不会活在空白里面 我们人都活在一个处境里面 这个处境包括 那个处境的世界观 处境的世界观 也就是说 在那个处境里面 都有一些解释 超自然现象的法则 比如说你在 民间宗教的环境里面 有一些灵异的事情发生 按照民间宗教的 这个世界观就觉得 哦 真的有鬼灵啊 鬼灵 显出他的法力来了 那如果你是活在 理性主义的世界观里面 你不相信这个鬼灵 你说 胡说八道 荒诞无击 你的头脑有问题 你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信念 有没有了解 所有的人去读圣经的时候 他不会是空白的 他都已经在一个处境里面 你从小一直到现在 比如说刚刚 有三个姐妹 在那里带领我们唱诗歌 我就想到 我三十几年前 在台北林亮堂 我们就唱这样的诗歌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甚至连不同 中派不同 传统的基督徒 都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 透过他们的世界观 去解释他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处境里面 有一个已经过世的 一个宣教学者 叫做Paul Hebert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 很多人认为说 这是他一生写的最好 就讲到这个世界观的改变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 其实所有的中派 背后都有一个解释的机制 没有一个例外 因为没有一个人 活在空白里面 他一定活在处境里面 他活在处境的时候 他会在他的处境里面 用他的世界观 去解释他的信仰 包括解释 神的道 接着我要讲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刚所读的圣经 提摩泰 后书三章十六节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的世界观 跟圣经有差距的话 他去读圣经 他读出来的结果 一定是跟你我 如果你是在 所谓正统的 所谓福音派的世界观里面去读 为什么我们知道 在南美 有很多的这些 被所谓社会统治阶级的人 压制的这些人 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圣经真的是可以告诉我们 怎么样从社会的智库 你们得到解放 这个叫Liberation Theology 为什么台湾有一个人 叫做李登辉 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觉得说 我就是摩西 带领你们台湾老百姓 离开国民党的 未来政权的统治和压迫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这样子 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居然把他的世界观 读进他的圣经里面 他也是基督徒啊 所以圣灵一定可以帮助我们 认识圣经 这是过去 大概几十年 福音派的神学家一直在争论说 你读圣经的时候 要不要跪下来 好像王院长讲的 要不要福福敬拜 当然要 你受过很严谨的解经的训练 你以为这样就是解释圣经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需要圣灵的帮助 所有非基督徒 也可以正确解释圣经 但是不能 因为所有的人 他不可能带着空白的态度 跟思想去读圣经 他一定是用他的世界观读圣经 所以为什么需要福福归拜 上帝啊 我是有偏见的人 我对灵恩有偏见 我对很多宗派有偏见 因为有偏见 上帝啊 你怜悯我 我需要福福 我的世界观需要改变 有不了解 所以每一次去读的时候 我的世界观 圣经本身有一个世界观 圣经的世界观 当然圣经也在处境里面所写的 这个比较深的 我在这里就不讲 不断的 需要被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 我们需要圣经 我们需要读透神的话 在这个过程里面 需要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恩高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圣经 因为圣经的真正的作者 就是圣灵 就圣灵可以把作者的原意 intended meaning告诉我们 没有人知道 圣经作者的intended meaning 没有 就圣灵知道 因为圣经的真正的作者 是圣灵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不但要做研究 我在达勒斯接受 非常严谨的 这个神学 硕士的研究 每一个希腊字 都要去推敲 到底分词是什么 他是受词呢 他是主词呢 那么严谨的 去读神的话 读原文的圣经 都没有办法把握 我一定可以正确理解圣经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说我们要圣经跟圣灵的平衡 第一个就是 我要知道我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用理性 去建构一个完美的神学体系 你会发生一些困难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有人 希望用理性的架构 去建立他的神学的体系 但是后来都发生一些困难 连John Calvin 他也会承认 你去看Jovan 30年前有人送我一套的 John Calvin的解信书 John Calvin的解信书 他一定有前后不太一致的地方 如果John Calvin尽量活着 他想到差不多500年前 他解释的圣经 他一定会说 对不起 我那一段圣经解释错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 是可以进入圣经的世界观里面 去解释圣经 没有这样的人 但我们从我们自己 最谦卑的态度 我读很多的原文 希伯拉文 希腊文 我觉得就可以掌握圣经 去建立一套的系统 有时候我们太过难以 太过难以 所以为什么我 最近这那么多年来 一直思想 这个Kevin Hudo 这个Trinity的一个神学教授 他认为说Doctrine 你要把它当做一个Drama来看 为什么 教义把它当做戏剧 因为圣经不但是有很多命题式的真理 圣经很多次透过意象 透过寓意 透过比喻 来表达真理 那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无限 因为神是无限的 你把它放在文字里面的时候 文字有一个预设 因为那个文字是在文化的处境里面 那个文化有一个世界观 所以当你要把圣经的真理 Proportization of two 完全放在一个系统里面 去了解它的时候 你发现说这样的一个做法 本身就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这个所谓 Proportization of two 命题式的真理 能不能掌握整本的圣经 为什么 因为神是无限的 所以神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谦卑在谦卑 服服在服服 当别人跟我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 不要马上说别人听错的 Trinity还有一个研究解经学 也是很有名 叫做Grand Osborne 他的first name跟我一样 Grand Osborne 他也翻了 也注释了罗马书 在这个学校里面 还有一个专门注释罗马书的新约学者 叫做Douglas Moon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 两个都在同一个学校教罗马书 但是Grand Osborne说好几处 他都跟Douglas Moon 看法不一样 Grand Osborne说 他不会认为他自己对 他尊重Douglas Moon的看法 弟兄姐妹也就是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看中神的话 我们看中神的话 我们需要谦卑的态度 我们需要圣灵 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 我们需要圣灵的恩刚 这样的话 我们在建立教会 在罪求里面 就可以比较平衡 那我们需要在一生寻求神的过程里面 知道怎么样存敬畏的态度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的教会 或者是我们要推动的 这个所谓三缘河流 能够一方面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 一方面我们有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恩膏 圣灵的恩赐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结的丰富的果子 可以荣耀神 我自己在长老会长大 但是后来 我带台北林郎堂侍奉 千千后后 有十五年的时间 我到 这个 托云士林郎堂幕会的时候 那是1989年 托云士林郎堂 有一个丁长老 他是跟赵志光牧师 是非常好的同工 他说 1966年 比利国人觉得说 Century杂志 还有整个福音的神学的方向 越来越对他的步道 Crusade 这个事件 或者说这个运动的本身 带了很大很大的冲击 所以那个时候 比利国人希望 召开一个全世界的会 由卡汉瑞做主席 邀请全世界 在亚洲只要两个人 一个是韩景直 一个是以前永乐教会的主任牧师 一个就是赵志光牧师 那是1966年 那是1966年 今天你要找到 这个就是 Losanne的前生 Losanne的前生是因为有 1966年的柏林会议 才会有 这个1974年的第一届的Losanne 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很希望 把整个华人教会 都能够带入这个运动 但是后来很可惜 就是事与愿违 好 这个其他 好 我在讲 那个赵志光牧师 是受这个宣信的影响 宣信那时候 派这个宅府民到香港去 而赵志光就在宣道会的 那个神学教会里面被案例 所以当时他对圣灵的工作 是开放的 早期这是林良堂的根 那William本身 因为到了89年 在玛丽拉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多所谓灵恩派的代表 都被邀请去参加 当然发生了一些冲突 那个冲突也是很可惜的 那个冲突 我个人今天看 是因为彼此不太了解 都把自己的神学 接对话 所造成不必要的结果 我的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是何能的软弱 也是何能的有限 因着我们的罪信 我们常常会有偏见 会有承见 我们里面会有扭曲 主啊 请你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常常复复在你面前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真正敬拜你的人 主 当我们成为真正敬拜你的时候 主啊 你可以在我们里面做很深的工作 你办得当然是可以 让我们经历圣灵 也可以让我们透过经历圣灵 明白你的话 爱慕你的话 沉浸在你的话语里面 主我们谢谢你 祝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陈牧师你好 谢谢你 另外一个宝贵的分享 就是圣经和圣灵的一个平衡 就是提到一个就是没有偏见 就是说 一个没有偏见的世界观进入读经 因为圣经的解释是圣灵 怎么可能就是说没有偏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要 因为我们都是带着一个背景来读神的话 这种冲突在山沿河流里面 不知不觉在使命中的报复 客观的平衡的 好 第一个从逻辑来说 从哲学来说 也没有所谓客观 因为你客观 你所谓客观 就是你主观 投射在客观客体 因为我也是研究哲学的 所以也没有绝对客观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bias 所以不可能绝对客观 第一个 也不可能没有偏见 你我都有偏见 包括我有偏见 只不过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这些道理 还有一些经验 我就非常谦卑 非常求主帮助我 如果我读到别人的看法 跟我观点不一样的时候 我会马上说 他错我对 我会需要经过一番的反省 一番的检讨 当然一番的反省和检讨 还是透过圣经做基础 因为我们所有 反省跟检讨的基础 还是在圣经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圣灵 不断地光照和提醒 好 您好 我是深圳一个家庭教会的 像我们在内地的话 这种教会 一般牧者 也没有经过神学院的评信 那我们也需要带领查经这些 都是弟兄姊妹在带领 那我们怎么样来 就是很好地来查经呢 因为也没有这样的装备 您说过就是我们华人教会 很缺的就是这一款 就是真理的教导 教义的学习 对 我想 在非常有限的资源里面 上帝会怜悯我们 就是我们接触的 神学背景 神学体系是哪一方面 上帝会怜悯我们 当然有一天 当你读到 你所接触的 那个神学体系 跟你原先认识的不一样的时候 你需要 重新反省 我们人一辈子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学习成长 那你说在那边资源很少 你只能够用 你目前在深圳那一带 可以拿到的资源 尽量努力的 读圣经 研究圣经 一些洁经的书 一些神学的书 尽量多读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是要存谦卑的心 谨慎的态度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感谢观看 你 totalement来万别的 想念 人生 读圣经 是 有点 improvement 有点